那个是这样啊 咱们现在这个 来讲这个课啊 今天呢正式开始讲太阳这颗星了啊 本视频原子网素材 主要以紫微斗数 娱乐性教学 仅供参考 仅供娱乐 仅供娱乐性学习 首先呢我总结了一下啊 这是哪位同学 这个麦克没有关上 我把它麦克 咱先说咱们的啊 这个说完咱们之后啊 然后再说那个 这个网上的啊 好 首先是这样啊 太阳呢 那个首先是一颗火系星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啊 跟太阳在一块的 那肯定就是太阴 但是记住啊 这里面会有好多的问题啊 比如说那个 好多人都认为的是什么呢 比如太阳既然代表阳的话 那太阴就代表阴啊 这个是阴阳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不是说黑暗这件事情啊 光明与黑暗这个东西跟太阴没关系啊 那还是太阳自己来表示啊 所以呢 记住啊 这个光明和黑暗这个东西啊 是不一样的 好 那咱们就来说 太阳可以代表哪些属性啊 太阳可以代表的属性 我觉得他基本的包括他衍生出来的属性 还是比较多了 这些东西都能用得到啊 第一件事情的话呢 这个我这个就是随随时想出来的 然后我就自己给总结出来了 然后呢 你们自己呢 到时候可以按照前后来走啊 经常用到的啊 第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发散啊 发散这个东西是用的是这个最多的 在太阳的这个系 这个整个这个星的这个性质里啊 那这个发散这个东西啊 他这个可以结合出很多的东西 对吧 那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做广告的 那你肯定是什么 你做一份文案 你要让很多人都知道 对吧 这种东西就叫什么 就叫发散 对吧 那你就要看太阳的有一个妄妙程度了 对吧 那如果太阳妄的话呢 妄妙的话呢 那你肯定发散的很好 对吧 如果太阳落线的话呢 那这个事就发现的不好 发散的不好 那如果你是一个做广告的 如果你粘出了一个太阳落线 或者太阳屏以下的一个结果 那绝对不是一个好事 对吧 这个就是发散的一个事情 让发散呢 有没有负面的应用呢 也有啊 那比如说啊 就像咱们那个很多政府官员里面啊 都会有个叫五盖子 就说这个事啊 咱不能让别人知道 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那用是什么呀 也是太阳 只不过你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太阳落线的属性 太阳落线的属性 就是别人不知道 然后别人看不到 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东西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这个时候啊 熟悉咱们原来紫微的啊 都知道啊 太阳线 最怕的是什么啊 最怕的是计 为什么呢 如果你这个事是不想让人知道的 那如果就代表是 它是太阳线的属性 对吧 那如果太阳线的属性 突然感到了一个太阳计的话 它一下反转了 一下反转了之后 那也就说原来被摁的死死的一个事情 或者原来根本就没有人知道的事情 然后一下曝光了 什么叫曝光啊 就是太阳落线到到太阳落线 然后化际的一个过程 刚开始是线 那没有人知道 对吧 一一际 然后呢 一反转 啪一下曝光了 那很多人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太阳落线转际的一个过程 好 这个是太阳发散啊 那发散这个东西呢 那如果搁的这个啥 钱财这卡呢 那这个什么呢 那就散财通子呗 那你有钱散 那也行 对吧 你要没钱散 那晚上这 这个就恐怕就比较痛苦了 对吧 所以就说太阳在财工到底好不好 那你点看你的实力怎么样 你到实力比较强的话 你散得住 那你是散财通子 你要是散不住的话 那你就冤大头了 对吧 那比如说太阳这颗星 然后有的人还会说他有这个 有这个花心的情况 但也确实有 如果太阳如果代表的是发散的话 如果旁边搁一个天摇的话 那你这是什么 众生不爱啊 对吧 那就众生不爱 不爱的话 那如果在应在感情上 这种挂象似乎不是很好 对吧 所以发散这个东西啊 是这样的 还是我之前说的那个事情啊 没有一个什么好与坏的挂象 就是看这个事 对于你来说 你是希望让他成功 希望他往哪个方向走 如果你他走的这个挂象 是你希望的方向 那就急啊 如果他走的挂象 他往你这个不希望的方向走 那就凶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太阳这颗星啊 到时候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啥 他会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很多变的星 尤其是在事业上啊 那比如说这里面我们再说了啊 就是光明与黑暗 这个东西是应用的非常多的 除了发散以外 第二个就是光明与黑暗 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咱就这么说啊 那如果你去查正常的这个 比如说传统紫微的东西啊 一大片全都跟你说的是什么呢 是太阳在事业宫怎么样怎么样 这比较好 但妄妙啊 不能落线啊 对吧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种样子啊 并不是这种样子 然后你会发现 你要适合做什么 你应用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一个做传媒的 那太阳当然要发散了 对吧 那如果不发散的话 那你不就变成默默无闻了吗 对吧 那这个就不好 所以的话 那你需要的是太阳妄妙 那如果你干一个事情的话 谁都希望的是吧 你干这个事是有光明的 有前途的 有未来的 那光明前途未来 用什么来去表示 用紫微的向里面 用什么来去表示 那不就太阳妄妙吗 对吧 所以包括咱们 我一直在说的是 一定要习惯把传统生活中的一些语句 你一定要习惯用紫微的性质进行表述 比如说人家说 这个啥 有那种老话啊 说这个咱干这事有没有笨头啊 什么叫有没有笨头 不就是有没有光明吗 对吧 那你就看一下 他就光明与黑暗的这个事情就OK了 对吧 他光明那就有笨头 他没光明 那就不笨头 就这么简单的事 然后呢 那么比如说你是一个干软件的 那也是一样啊 就比如说你你你干的事上都很光明 那肯定是非常有希望 那干的事情没光明 那肯定就没希望 所以光明黑暗在这坎是非常非常用用的非常多啊 但是在事业上啊 尤其在人品上人性上啊 这个东西吧 他没有一个绝对的 然后呢 比如说太阳落线 那你在事业上啊 假设啊 太阳落线是代表黑暗 是没有光 那你绝大多数啊 我们在很多的卦象里面都会出现啊 比如说事业上出现太阳落线 或者这人本身是太阳落线啊 都会什么呢 很累 其实这个事儿吧 干的累不累 也不见得 比如说就是咱们就这么说啊 就算是马云或者王健林啊 他的工作量其实不一定比你少 但人家为什么没觉得累呢 因为人家干的有半有有盼头 对吧 你干了之后吧 你干点什么事了 你都没有盼头 没有什么 没有光明 所以你自然就觉得很累 对吧 你要试试试着那个啥 你一天挣一万块钱 你看看那个啥 你就算再累的话 你都会很开心 对吧 那是有干头 所以太阳落线的时候啊 很多比如说应用到很多这个做事业的时候都会比较累啊 比较就就工薪比较辛劳 其实辛劳不辛劳跟这个也没什么关系 这更多的是一个心态的事啊 但是注意啊 太阳落线这卡啊 不能够完全说人是也是不行 这个叫做正向硬挂 咱们之前都讲过啊 比如说他干的这个事 他就跟死人有关系的 那太阳代表什么 他太阳代表活人啊 阳阳寿啊 有阳寿的人和没阳寿的人 对吧 他干的就跟没阳寿的人有关系的东西 他可不就叫太阳落线吗 对吧 如果他干一个墓地的 然后结果太阳妄妙 那我估计那都这都点扎湿了 对吧 然后呢 那他干的就这个 所以人家干这个东西 太阳落线就对人家没有什么影响 人家是干的这个比较好 人家本来就是洗黑钱的 因为这社会上有很多黑暗的地方 对吧 人家本来就做的是黑社会的 不见光的事 然后人家本来就是说 晚上有那种干晚上工作的啊 那咱就不点名了啊 是是是什么工作 那人家本来就是太阳落线 太阳落线 人家就在那坎干的 不出名 这个啥 不露光 不见光 但人家不 并不代表人家就没钱 记住啊 不代表人家就没钱 不代表人家干的不好 所以是什么 你这个需要的是有光光明 有前途的时候 你如果出现了太阳落线的卦 那对不起 你的这个事业工 那干的绝对是 很不爽 对吧 啊 很很很糟糕 你本来干的这个事 就见不得光 你事业上里面有一个太阳落线 其实压根没有事 啊 所以 嗯 嗯 嗯